说下雪 不是 胡老师 这才是九月份啊 祖国大地哪有雪下 这不是下雪有点早 不是我们这 什么地儿 我说的是非洲 等会儿 非洲 非洲下雪啊 没听错吧 要不怎么说神奇呢 就是非洲 给你看一下 有视频有真相的 当地时间九号 赤道附近的非洲国家 卡麦隆 罕见的出现了降雪 我天呀 赤道附近下雪了 这头一次听说 火酒见的这事 根据报道啊 这次出现的降雪呢 是卡麦隆西部地区 包括被当地人 称为小巴黎的巴纳 而当地的马路上 出现了积雪之后 当地民主非常兴奋 有一名男子呢 身穿背心跟凉鞋 就踩在雪地里的照片 也是瞬间走红了 社交网络 咱们跟大伙说一下 卡麦隆这地方 这卡麦隆呢 是位于非洲西海岸的 几内亚湾的沿海的小国家 境内最靠近赤道处呢 仅距离不到200公里 那西部沿海和南部地区呢 为赤道雨林气候 北部呢属热带草原气候 年平均的气温 24到28摄氏度 那有的玩意儿就问了 说这样的地方都下雪了 是不是地球 要记住那冰河期的前兆 这个真不是 有专家说了 这个恰恰是全球变暖的证明 说明了热力条件 和大气环流模式的异常 这个更需要警惕了 这次降雪天气 对当地的交通造成了影响 并且对农业种植园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不是 我就想弱弱地问一句 那赤道附近的朋友 你们说什么语 不知道你们那有卖棉袄的吧 我想发发财 你应该问赤道附近的朋友 知道棉袄是什么吗 我说死亡的不路有点其实是什么 因为我会把人家吃得了